- 嗨 歡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現在日常- 大家早安 -對 很久沒有出外景了 今天我們要帶大家去哪裡呢? - 宜蘭 宜蘭 為什麼又是宜蘭? - 這是宜蘭 上次不是已經拍過宜蘭了嗎? 其實宜蘭真的有很多地方可以拍給大家 跟大家分享 這一次就是我們要感謝東南旅遊 - 贊助了我們這次的豪華包車 -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好好介紹吧 - 現在我們就準備上車囉 - 現在有種糾察的感覺 - 糾察的 什麼糾察線? - 第一名糾察線 - 我們在看螢幕之類的 好的 我們現在就在賓士Veto的車子上 - 滑得久了 沒錯 因為今年就是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覺得大家有逐漸在改變旅遊的習慣 - 像東南旅遊就很貼心的推出了這個特色景點的包車一日遊 - 對 沒錯 它會推出蠻多條景點的線 - 在台灣的各地區 - 每個人只要999 四人成行 - 不到4000 超划算的 - 到宜蘭去玩一天 - 現在就是天氣有點不太好 - 外面在下大雨了 - 好多大雨 -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讀看看吧 - 看大家到宜蘭的天氣是會不會變好 - 那我們今天也要介紹我們的來賓 - 美女呢? - 歡迎大家長 - 哈哈哈哈 大家長 - 而且 琪琪 - 對 負責我們今天一路上所有的幹話 沒錯 - 然後還有秀秀 - 呵呵 - 唉唷 今天好辣喔 - 漂亮喔 - 對 我不知道他今天是要去結婚還是什麼 - 哈哈哈哈 - 而且他今天是一個大農莊 - 欸 我就為了到鹹菜日常在畫的 - 超好看的 - 真的喔 - 他平常就是出門都素顏不化妝 - 然後會拿一個鯊魚夾出門 - 哈哈哈哈 - 平常超邋遢 所以他今天真的是 - 陳萌鹹菜日常這個頻道 - 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吧 - 坐起來的感覺如何 - 超大 - 我覺得我們後面看起來超大的耶 - 對 - 他即使是坐滿的 - 他也會就是空間很大 - 我們現在第一站來到的就是 宜蘭的中興文創園區 - 這個地方呢 - 其實非常的有故事喔 - 因為他從1935年 - 他其實原本的前身就是一座 - 一個職場 - 對 中興職場 沒錯 - 那經過宜蘭縣政府的接手之後呢 - 重新的改造成為一個 - 非常有文化的一個文創園區喔 - 那也進駐了非常多的在地的一些藝術家 - 那今天我們就要帶大家來看看 - 這個中興文創園區有什麼東西 - Let's go - 要下雨 - 你們第一次來這裡嗎? - 第一次來這裡? - 還是第一次來宜蘭? - 如果第一次來台庫中囉 - 哈哈哈哈 - 哎呦 董走 董走 - 哎呦 低頭不看 - 到底憑什麼把這邊當伸展台了? - 那我也要包包喔? - 哈哈哈哈 - 也要包包 - 哈哈哈哈 - 哪有人走就這麼輕盈的? - 帥喔 - 啊哈哈 - 要走帥的路線啊 - 洛杉磯人妻 - 哎呦 哎呦 - 哎呦 - 好辣喔 - 還給我露室夜線 - 哈哈哈哈 - 好尾聲喔你 - 給我下去 - 啊這邊裡面還有販售一些 - 當地的一些古早小林嘴 - 就是非常多那種古時候的東西 - 大家來看一下 - 就小時候最喜歡這種香菸糖 - 好我小時候也很愛吃那個 - 麥芽糖對不對 - 好的我們現在要來體驗一下 - 手工紙 - 是手抄紙 - 對 - 手工紙 - 那它這個是原料是什麼啊? - 這個屬於那個 - 再生紙 - 喔再生紙 - 就是我們收集到不要紙 - 像報紙 - 還有那個我們A號嘎吊的紙 - 泡到軟爛也會用我自己打 - 我們做紙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攪拌 - 手工畫圓圈攪一攪拌 - 先攪拌 - 前後前後三次 前後慢慢的 - 所以它原本上面有灰灰是原本的幽默嗎? - 對 對 紙張上面的椅子 - 如果那個泡拌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- 我可以剪它 - 可以再去外面採 - 哈哈哈哈 - 怎麼辦 我覺得我做不出來 - 外面好像也沒種什麼花 - 為什麼我一直要動那麼多腦力啊? - 沒關係 我們相信老蔡的藝術天分 - 沒關係 - 畢竟上次陶瓷都可以做得這麼美 - 沒關係 - 現在兩位在那邊 - 說別人有藝術天分 - 沒關係你們就是在臉上也蠻有藝術天分的啊 - 裝畫的好像也是有藝術天分對不對? - 好的 我們現在 - 欸真的欸 它是一張很厚的 - 好像它拿來拖地的拖把 - 哈哈哈哈 - 所以現在要把水分去掉對不對? - 對對 然後第一次壓水把它收起來 - 欸! - 喔真的耶 - 很濕 - 哈哈哈哈 - 太大力了 - 喔 - 要你往子壓破了 - 對 我往子壓破了 - 那所以現在脫模之後就開始要熨燙它了嗎? - 小時候都說我是菜門的子孫 - 子孫嗎? - 子孫 - 瀝乾水之後要再燙6到8分鐘 - 熨乾了 - 嗯 - 好乾 - 好高興喔 - 所以燙完之後就會用一個文件夾讓你就是帶回家 - 非常有才華 - 再一直有才華 - 可惜已經假了 - 不好意思 - 這個體驗的話它就是80塊錢其實非常划算 - 可以讓你瞭解造紙的那個感覺 - 然後也可以帶小朋友來這邊試玩看看 - 然後在這個園區的現場呢 - 也有做一些有趣的裝置藝術 - 就是你們可以去跟它做互動拍照 - 你要跟購物袋拍照嗎? - 好的 - ソロ - 你可以跳舞了 - 哈哈哈哈哈哈 - 它是電臀好嗎? - 現在是什麼摸屁股的戲嗎? - 屁股是軟的 - 屁股是軟的那一種 - 欸 - 你要摸上面一點的那種屁股肉 - 好的 我現在咧 兜售屁股 - 為什麼我會比較多肉喔 - 所以你比較笨 - 你的感覺就是要彈那個膠原蛋白 - 可以提摸可以提 - 喔 是可以進去那裡面喔? - 好的 我們現在進去看一下 - 欸 欸 這會晃耶 - 我很興奮它會咬 - 我超興奮的 - 因為它就是整艘船掉下去 - 然後現在在飛行船內 - 我想說好開心喔 - 而且阿伯的窗戶可以打開耶 - 對 - 大概逛完了這個中興文創園區 - 那它其實規劃的蠻多廚師 - 可以讓你做一些體驗DIY的一些課程 - 然後也有一些藝術家進駐會 - 會在這邊賣一些文創小東西 - 如果下次大家有宜蘭的話 - 這邊其實非常好拍照 - 就是還有很多的角落細節 - 都是有精心打造過的 - 我覺得假日應該會很多人 - 我也覺得假日有很多人 - 推薦大家可以平日來走走喔 - 下一站來到的是宜蘭的清水滴熱公園 - 在宜蘭大同鄉 - 然後呢 - 這是我們第一次來 - 而且我從來沒有用溫泉熱水煮過東西 - 對 - 這邊的特色吧 - 就是你可以在這邊買很多食材 - 比如說雞蛋啊 玉米筍啊 - 就是可以在這邊自己用這邊的地熱來煮 - 因為聽說這邊的地熱有高達95度 - 那我們等一下帶大家一起去體驗看看 - 兩位辣妹有來過這裡嗎 - 沒有啊 - 辣妹好適合當湖中女神 - 你媽媽從裡面水裡面冒出來啊 - 湖中女神 - 我們趕快去逛街 - 這邊有它的販賣部 - 然後販賣部不是那種超市的概念 - 是一個合作社的概念 - 就是你要自己跟合作社在小姐點餐 - 點你要的東西 - 然後費用還OK啦 - 就沒有到離外面的貴太多 - 如果你消費買60塊 - 你就可以免費租用一個竹籠 - 因為竹籠就是要把它拿來裝食材 - 然後如果買120就會免費租用兩個 - 要先代付押金 - 到時候會退錢 - 如果要今天的話是多少錢 - 200塊 - 200塊 - 那今天大家想要吃什麼呢 - 還好啊 - 所以香菇筋要做半張鍋 - 這個20分鐘 - 這個20分鐘 - 那個30分鐘 - 香菇筋裡面就是雞腿肉 - 它有香菇脆瓜 - 有物餐具給你啊 - 它是很好喝的一個雞湯 - 喔 它是湯是不是 - 對 它是香菇汁湯 - 大家都獲得了一個竹肉 - 那兩個好像扁蛋喔 - 對 - 然後因為它那邊還有一些相對應的時間 - 所以它每個食材啊 - 都會有溫泉水裡面泡的那個時間 - 大家可以自己抓一下時間 - 我只是想要先丟這個 - 因為這要很久 - 現場看起來就是有三個這種溫泉池 -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找到了一個定位 - 然後你就可以把東西丟進去 - 沒想到 - 這個阿伯 - 哈哈 - 它其實有一點 - 欸 很重欸 - 很重欸 - 很重欸 - 我剛剛很辛苦 - 你看好像農夫喔 - 他們直接把它丟進去泡囉 - 欸 會不會就這樣溜走啊 - 蛤 - 玉米溜走了 - 怎麼辦 - 很燙啊 - 是嗎 - 我的玉米溜走了 - 欸 你的玉米 - 好 原來搞破壞 - 而且 - 撈不回來 - 你用那個啊 - 那個竹樓的屁股啊 - 要撈的 - 玉米大戰 - 啊不是 - 然後你那個腳斑屁腳太長也要跑走了 - 我來救啦 - 因為我覺得 - 我覺得他們說 - 媽媽就是不能怕燙 - 所以我來救大家 - 歡迎 - 高陰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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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我就是很怕燙的 - 蛤好燙喔 - 翅膀很燙嗎 - 燙喔 - 你剛不是說我怕燙嗎 - 好了 - 我救成功了 - 真的假的 - 哎唷哎唷 - 欸我的最上面的腳白色 - 欸我們已經救到了 - 哈哈哈哈 - 我本人 - 哈哈哈 - 哈哈哈 - 不好意思喔 - 感謝你好像個夾子喔 - 哈哈哈 - 蛋可以拿了 - 這樣才會是黃金雞蛋 - 是 - 我們現在要去開箱雞蛋 - 真的可以囉 - 他說10分鐘啊 - 來大家來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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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- 蛋煮熟了之後呢 - 這邊有個山泉水冷卻草 - 沒錯 - 這邊不能洗東西喔 - 不然大家都會吃你的辣椒水 - 它其實是說 - 連玉米或是其他食材都不能在這邊冷卻 - 喔是喔 - 只能冷卻蛋 - 好剛剛那小姐姐扮龜 - 而且它裡面有一些疑似 - 喔蛋白 - 對蛋白 - 就是可以有一些 - 大家的蛋煮破了 - 我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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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嗯真的剛剛好欸 - 是嗎是嗎 - 嗯就是大概算了10分鐘左右 - 10分鐘多一點點 - 對這個熟度其實是非常剛好的 - 然後你也可以吃到它 - 裡面就是有點半生熟的那個感覺 - 那你餵我吃 - 欸你吃掉了 - 好貴耶 - 怎麼吃都還強 - 為什麼 - 來來來 - 來教大家吃腳白筍 - 好餓喔 - 來跟觀眾說一下怎麼挑玉米 - 哈嘍先開始說 - 我覺得觀眾很深 - 玉米一定要買有包皮的才好吃 - 因為水分都還在裡面 - 真的喔 - 它其實真的溫度很高 - 然後如果 - 好好吃喔 - 好好吃喔 - 很甜對不對 - 很甜對不對 - 你是玉米小工作 - 你是玉米小工作 - 你可以這麼自助食嗎 - 自我超想吃玉米小工作 - 我呢 - 自己也有大哥 - 對 - 非常淡電的就在旁邊吃玉米 - 哈哈哈哈 - 各位觀眾 - 這個香菇雞裡面 - 它是一個雞湯耶 - 很厲害 - 打開真的很香 - 非常不錯 -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試喝看看 - 然後秀秀問了司機大哥一個問題 - 非常的驚悚 - 來你再問一次 - 大哥他已經在過分 - 然後我看到了 - 在表面 - 哈哈哈哈 - 非常配合的說是 - 非常配合的說是 - 感覺大哥搞不好 - 再過很多旅行 - 你們到底拚什麼啊 - 好啦 - 我們現在結束了清水地獄公園 - 這邊的行程 - 其實蠻好玩的耶 - 就是你可以自己帶食材 - 或者自己買食材 - 而且這邊環境蠻好的 - 整間的蠻好 - 它其實規劃了很多休息的園區 - 可以讓你在這邊坐著吃 - 對 - 所以這邊非常推薦給大家 - 一定要來好不好 - 這邊非常推薦給大家 - 一定要來好不好 - 好的各位觀眾 - 我們現在下一站來到的是 - 明池森林遊樂園區 - 沒錯 - 同時它也是在北橫公路的最高點喔 - 因為它這邊現在的溫度是 - 大概22度 - 對 - 我們是剛從了很熱很熱地熱不太 - 才39度 - 對 - 到山上來現在非常的涼爽 - 現在22度很舒爽 - 對 - 然後同時呢 - 這邊也被稱作是仙居的理想國度喔 - 聽說這邊360天 365天有200多天都在下雨 - 或者是雲霧繞繞的狀態 - 你看後面那個山景 - 它現在就有點霧氣啊 - 你看後背後的山景 - 沒錯 -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可以感覺起來 - 是真的很鮮喔 - 可是它仙植得住的地方 - 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- 那它這邊的門票的話 平日現在有八折 優惠就是95塊 - 那假日的話會是120元 - 對 - 然後學生的話 - 跟平日好像70塊 - 對 學生會有各個身份 - 都會有一些優惠 - 大家都可以上網看看喔 - 現在就來帶大家逛一逛名池吧 - 這邊的鴨子會跟著人群走 - 我們等一下 - 只要看到我們在這邊之後 - 就瘋狂跑出來 - 我們這邊每個人都是鴨仙子 - 來吧寶寶 - 鴨仙子 - 剛好把他們的蝦也跑啊 - 平日自詢鴨仙子 - 因為別限制當不起 - 其實鴨仙這邊就是一個環湖的步道喔 - 就是你可以在這一圈裡面就是 - 它其實有設置蠻多的涼亭 - 然後跟座椅可以讓你在這邊休息放空 - 因為這邊其實氣氛蠻好的 - 然後它中間 - 它那邊是不是有人在放音樂還是 - 拉小提琴 - 是有人在那邊拉小提琴欸 - 它在做一次芬多晶的運動嗎 - 好的 交代啊 - 芬多晶運動 - 直接夠了 - 我已經去20歲了 - 好的 我們今天老蔡要教大家來做 - 吸收芬多晶的運動 - 只要這樣 - 來 - 跳20下 - 對 - 好的 - 我覺得會中風 - 好的 完成 - 沒忘記了 - 你說樹比較平易近人 - 喔 - 就不像阿里山 - 都是巨大的神木 - 對 - 這種街道又是很像日本的感覺 - 其實這名池這邊的步道都非常好拍照 - 只要有一點點陽光出來 - 我覺得就非常好 - 你好像加入了那個攝影團 - 對 - 對 - 攝影社老模 - 你要動感啊 - 我的情人 - 我愛你我相信我 - 幅度太小了 - 哈哈哈哈 - 好的 我們現在就是走到這個二樓良庭 - 然後這邊有一個點就是拍下去會有這個直角的那種 - 大家到時候事後可以看我修完之後放在影片上面的照片 - 應該會不錯的效果 - 推薦給大家來這邊走走喔 - 什麼意思 - 好 再下一個POSE - 好 再一個 - 辣的辣的 - 啊哈 - 哎呦 撩腿了喔 - 有了 - 漏腰了 - 漏腰了 - 什麼意思啊 - 什麼意思啊 - 拼花兒在為我唱歌 - 啊哈 - 沒人在為你唱歌 - 哈哈哈哈 - 哈哈 - 我說錯話了 - 哈哈 - 說好的雲霧繞繞呢 - 反正說 - 欸 回來這邊應該是會有一個仙境感 - 結果沒想到天氣這麼晴朗 - 真是謝謝老天爺好不好 - 年輕不要六百 -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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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- 六百 - 後面還有兩個大五小姐 - 什麼意思啊 - 什麼意思啊 - 呵呵呵 - 恰恰恰 - 要是要拍照嗎 - 嗚呼 - 辣喔 - 隨便推薦給大家來啦 - 就是我覺得它這邊是一個結合休閒和休憩 - 然後也可以看看一些生態環境的一個非常好的地方 - 蠻切的走走是真的 - 因為還蠻多登山阿姨們 - 登山姐姐們 - 愛登山的姐姐們 - 愛登山的姐姐們就是穿著一些登山裝 - 然後在這邊走這邊的步道 - 然後他們也玩得很開心 - 對 - 就是有點像姐妹 - 姐妹出來玩啊 - 然後就找一些地方休息 - 像我媽這種年紀的人超喜歡 - 哈哈哈哈 - 媽的姐妹團叫喵 - 美魔女 - 美魔女 - 幹嘛亂爆料 - 這是自己媽媽的團名 - 哈哈哈哈 - 今天其實也差不多 - 那我們現在要準備下山前往最後一站了 - 奇怪的話 - 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就是今天的行程到現在為止 - 那個配食配得非常好 - 對 就是每個時段 - 就是跟行程我覺得都接得算還不錯 - 還蠻寬裕的 - 可以舒服的走完每個行程 - 對 - 不會說每個就是趕鴨子上架或是什麼 - 但是我剛剛自己覺得蠻大的心得 - 好那我們現在準備出發到最後一站囉 - 我們現在到了山下 - 我們又回到了山下的三星鄉 -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一間叫做味噌香的補肉店 - 那說到補肉呢 - 其實它是宜蘭非常有名的一個特產嗎 -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一直來到宜蘭才是有補肉這種東西 - 對 - 而且其實大家去羅東夜市應該也都吃過一間 - 那一間非常有名的補肉吧 - 我們後來發現補肉其實就是以前的那個宜蘭腔的台語是叫做 - 油炸的台語的意思 - 沒錯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一間 - 聽說是補肉的始祖喔 - 它在這邊宜蘭生根了80年 - 這間店在當地非常的有名 - 幾乎每次只要假日來就是一個大排長龍 - 沒錯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一嘗它的美味吧 - 好像一個麥當勞分享餐 - 對 - 天啊 這是一個傳統分享盒的概念耶 - 對 - 而且補肉它就是一個天婦羅的這種感覺喔 - 它是用里肌製作而成的 - 對 - 其實我覺得這一家的補肉呢 - 吃起來的口感 - 呃 - 我覺得它有點甜甜的 - 對 - 不是我想像中那種天婦羅的酥脆感 - 對 - 總而言之就是 - 竟然蠻好吃的就是一個蠻特別的體驗啦 - 大家如果下次來宜蘭上線的話 - 也別忘了來這邊 - 來試試看這一家的傳統補肉的感覺吧 -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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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我們下一站來到的就是 - 天宋車站 - 沒錯 - 它其實是一個非常古老的車站喔 - 它是以前運送木材到太平山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枢紐 - 那其實接下來的這個園區被規劃的非常的排... - 就是一個休憩空間 - 對 休憩空間 - 前面有個幸福號 - 對 - 我想去那個下一站幸福也是在這邊做拍攝的 - 它就是一個完全免費的景點 - 非常適合親子來這邊共遊 - 走走啊 曬曬太陽 - 然後看看這邊的漂亮的三星風景 - 那這邊也是同時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- 好啦 我們今天非常開心 - 感謝我們的乾爹東南旅遊 - 贊助了我們一整天的宜蘭行程喔 - 這個行程真的是非常推薦給大家 - 因為它不斷有 - 就是豪華的賓士Veto的包車之外呢 - 還有就是各種不同的台灣的景點路線 - 可以帶著你去玩 - 而且你在車上完全不用動腦 - 真的 - 你可以睡覺可以滑手機 - 你可以 - 我就有司機大哥幫我們打包一切 - 聊天 - 我們今天也謝謝司機大哥 - 謝謝劉大哥 - 好的那其實宜蘭是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地方 - 還是可以讓大家去發掘然後去探險 - 下次有機會的話我們會再來宜蘭再拍更多東西給大家分享 - 然後這個行程就非常推薦給大家 - 包含就是這個東南推出這個四個人成型的999 - 道府接送的旅遊服務 - 非常划算的方案 - 相關的資訊我們都會擺在資訊欄 -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別忘了記得 - 按讚 分享 加訂閱 - 按讚 分享 加訂閱 - 好的那我們鹹蛋日囊下次見囉 - 掰掰 - 我們今天跳很多舞了耶 - 今天有嗎 - 火車舞 - 噗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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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噗�